回到保姓證券突弱的小炒仓時間 市昇53點 25757點 今早上到25800之後 見一見高位 休息一下 不過保險股繼續升得厲害 這時間請來陸永跟我們聊天 陸永早晨 早晨早晨 話這麼快又聽到你的聲音 因為上星期轉了時間 星期五聽完就已經到星期三了 陸永今個星期怎樣移動倉還是不移動呢 今個星期應該會暫時沽了一隻 因為退錢就沽了一隻1373出來 買下去的長實地產 為什麼突然間突然會沽一隻日本城 因為我沒有其他東西沽 因為我現在是沒有錢 但是純粹因為真的沒有錢 那又見一隻13最近的圖片就好似 圖片那些又漂亮一點 就買了一隻13 不過日本城都要等 如果我有貨的話 會先等它業績 因為都7月都業績了 7、8月都業績 它業績應該不錯的 我猜它們不斷回購 不過就靜一點 那些其市場就只是炒有成交的那些 1373國際家居零售 日本城 1.68就沒有起跌 即是以現價1.68就沽了它 是的 那就換了去1113 1113我現在先明顯了價錢 就是57.6 為什麼會買場實地產呢 在這段時間 其實有兩個原因的 第一個原因就是那些樓賣到 那些樓賣到的話 其實這個原因就跟之前買16的那些原因一樣 那有兩隻比較好一點的 第一個就是1113 1113除了樓賣得到之外 還有其實它都有李嘉誠的走資概念 它本來其實都打算放棄有些香港資產 那一一長實地產就在香港就有很多物業 那都可能會釋放一些價值出來 另外一隻其實都可以看一下 就是12號行記 那它之後如果有一些土地 之後政府換屆 一些關於土地農地那些消息 其實這隻都會是大家會關注的股票 那這兩隻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我現在就 就覺得這些衣服 那長實地產又有回購 好像比較好一點 那就買這隻了 好啊 我都同意 就是換屆的時間 它那些這麼多達的農地 究竟有沒有機會可以變了少少遠呢 或者有些新的發展呢 恆地就50.3 至於這個長實地產 這一一一三 剛才陸永就以57.6的價錢 就剩下多少就買了嗎 就是就買了 那一隻長實地產 這隻會看多久呢 其實 就是 因為上次新地都拿了兩條時間 我記得你 會不會都拿得多久一點 都會久一點的 就看 我希望它升上一倍PB 一倍PB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70元左右 是 那大約有兩成 upside 那這些股票 我覺得相當不錯 可以升了兩成 是 哇 兩成 就是都要六十幾 七十塊 差不多 去到這些位置 我愛著我自己的目標卡 都值70元左右 OK 長實地產 現在最新跌1.5元 做1.57.6元 幾次陸永買大股都中的 所以我都要認真想一想 他上次買新地 九十幾元 買過 然後上到一零幾 我記得一一幾 沽的時候一零幾 然後就293 10.8元 一隻國泰 他就12元 還要很快 那難道下一浪是由地產股 帶動個市場 如果你這樣說 我沒有想過 因為 未來更加 沒有 因為 因為其實這樣 我覺得加息 那些人經常 很怕加息 那些樓會跌 那些地產商不行 但是我的想法是 那你現在 Apple賣6 你都賣得好 那賣7 你不知道 那是之後的事 那現在賣得好 那都是 你又不去去買新樓 那不買新樓 那你沽新樓 那你跟地產商一齊 那你買他的股票 我是這樣的 是 那麽深的 你又怎麽買了一些 怎麽跟Apple有些 不是 就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如果我有錢 我又不用去買新樓 就覺得新樓很貴 那我不如 拍攝你長述地產 行地 一起去沽那些新樓 因為那些地 那些地很早之前買回來的 例如海之戀 那一年 一零一二年 四千元呎買回來的 哇 那他現在沽 那他現在 他現在的PB又不貴的 那我覺得 那他也很傻 如果現在賣這些地產股 好 終於聽得明白了 好了 那跟陸永就談到這裏 我猜不到 這次又買長實地產 57.6 是換碼 亦都可以另外給多隻 次選 就選一隻行地 那我跟陸永談到這裏 多謝了陸永 跟你談到這裏 Bye Bye 好 他又很酷 不跟我說Bye Bye 原來今天小丑王國 是未推介的 因為突然打了給Eugine 時間就比較混亂 不過其實今天 我是想買大價股 之後推一隻Call 所以這隻Call 卵 都是等雷神幫我選 但是我提醒大家 就是讓大家追到 究竟升不升的 那些很可憐 966終於發力了 我要告訴大家 我就20.2至20.3的水平 建議大家買966 就說看22元 當時平保已經是49元 跑到51元 現在才跑到21元 中國太平 但是今天 終於是跑贏了一隻平保 因為平保升2% 太平升4% 新華保險都可以的 新華保險1336 亦都升4% 所以接近22元的目標價 我就建議大家等它 因為剛剛開始發力 那你20.2買的嘛 那不用怕 就賺1元左右 這些大股是可以持有的 我上次提過一次 如果大家對於內地股市有信心 就買2822 就是南方A50 今天亦都破位 南方A50 去到一年高位12.54 雖然只有2元左右的一個輕微波幅 但是我覺得和中資相關的股份 其實是可以持有的 所以今天我的建議 其實都是叫大家買一些大股 而A股的表現是做得好 亦都是破位的 其實如果你說喜歡買內銀股 除了我自己喜歡的3968招行之外 招行都是23.95 升1% 大價的我可以建議你買龍行的 1288招行 因為龍行其實你會見到它好像矮欄 但矮欄之餘 它是有少少爆上去 新高那些大大力的爆上去 那我就覺得 你看圖表 都是非常之美的 其實就是1288招行 總比另外那些 譬如939等等 我覺得龍行在A股的表現是比較好的 如果是我自己會買龍行的衍生工具 但我還未想 但我買了一幅股 所以我稍後會請教一下 究竟雷神會選擇什麼給我 幾隻內銀股 其實你都見到 已經出了年出多日的洋足了 應該密切留意四大 就是國有銀行方面的表現 以及內銀股 保險股 一堆應該審點下去 駁它騰訊之後是第二個梯隊 因為這個時間 我們都差不多 我們要等一等雷神 所以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炒冷雷神 會有趣旅塞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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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